出发 嗨 嗨 好玩好玩 哈哈哈哈 哇 很厉害 不经养 我爱你 我爱你 是绘术 创意变变变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创意变变变 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我们先让姐姐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任思苗 今年十岁了 欢迎你 好 干妹妹啦 来吧 大家好 我叫任思琪 今天几岁了 我四岁了 太棒了 欢迎你们 今天在这个创意变变变里 我们要做什么样好玩的游戏呢 别着急啊 红果果先来问问你们 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 饺子 饺子 还有呢 面条 那妹妹呢 我爱吃饺子 也是爱吃饺子 是不是 姐姐和妹妹都爱吃饺子或者是面条 红果果爱吃米饭 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创意变变变里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美食 但是这个美食不能吃哦 因为它是手工作品 快看 我们已经准备好材料了 是什么呀 采泥 采泥 好 接下来呢 就要考验你们了 用桌上的采泥呢 来做出你们喜欢的美食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预备 开始 来吧 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你们爱吃什么样的美食呢 赶快准备材料和我们一起动手来做啊 来吧 我做好了 做好了 真棒 那你能不能再做一个呀 好呀 加油啊 这个好像像个最棒棒糖 对 棒棒糖的小剪刀 那我们平时用剪刀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 最爱吃 嗯 真棒 来吧 本栏目由高盖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兰多奶酪棒 特约播出 本栏目由盖石怪名播出 卖家卖三色林卖天卖脆 幸福生活从一口片卖脆开始 好 姐姐都做好了是不是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姐姐做的吧 把你的作品举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做的是一个一盘长寿面 哇 一盘长寿面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吃这个长寿面呢 过生日的时候 过生日的时候 那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蛋 鸡蛋是不是 然后这个面条是黄颜色的 鸡蛋面 在这个面里面啊 放几颗鸡蛋 然后和一下 它的颜色也是差不多这个颜色 对不对 那来看看我做的吧 妹妹加油啊 红果我做的是什么呢 大家来猜一猜 姐姐能猜出来吗 春卷 春卷 哎 有点接近了 其实我做的是春饼 好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的小妹妹 饺子包完了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 你包的这个粉色小饺子吧 呀 真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呀 我喜欢吃粉色的 粉色馅儿的饺子 平时在家吃的饺子馅儿是什么呀 有印象吗 白菜猪肉 哦 喜欢吃白菜猪肉的 非常的香啊 好的 妹妹包的这个饺子 非常的可爱啊 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手工呢 要升级了哦 我们要共同完成一个手工作品 是什么呢 我来出一道谜语 你们来猜一猜啊 中间是火山 四周是大海 各种食材样样有 味道定呱呱 是什么 是火锅 哦 好厉害 微信的果果掌 没错 就是火锅 好 接下来我们三个人 共同努力 来做一个手工作品 火锅 接下来呢 我们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要开始做火锅了 那红果果负责来做这个锅 小朋友来做这个食材好不好 那平时吃过火锅吗 问问你们 吃过 是辣的还是不辣的 喜欢 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就是鸳鸯锅啊 在北方呢 我们喜欢吃这个涮羊肉 用的是铜锅 在南方像四川啊 重庆啊 我们吃的是这个麻辣锅 是不是 而且食材呢各不相同 有这个海鲜 有牛羊肉 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姐姐和妹妹就要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用这些彩泥啊捏出我们平时吃的这些食材 好不好 妹妹 妹妹已经迫不及待的动起来了 好 那我们开始做吧 好不好 来 开始做咯 红果锅来做这个火锅的部分 喜欢吃火锅吗 妹妹 喜欢 喜欢 吃火锅 喜欢吃火锅 那你喜欢算什么呢下火锅的时候 五菜肉 小朋友都爱吃五菜肉 把自己爱吃的菜啊可以用彩泥呢 给它捏出来 然后放在我们的火锅里 哇 哇 我仿佛已经听见这个火锅在沸腾的声音了啊 可以把这红色和白色呢 混在一起 它就会出现这个肉的纹理 哇 小朋友快看 慢慢的这个肉的这个纹理就出来了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牛肉 好的 我们捏了好多好多的食材 我们把它放进火锅里好不好 有白色的什么呀 来 姐姐的 白色的什么呀 藕片 藕片 对了 好我们摆盘一下啊 让它显得更加的好看 再放一些海带苗 还有牛肉丸 哎 你还做了这个荷包蛋对不对 我们把荷包蛋放进去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 蔬菜 蔬菜 大白菜 好的 这个是鱼丸对不对 哇 好棒啊 当当当当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啊 妹妹 你的水饺呢 给红果果吧 是这个吗 我们把它放进去啊 好 大家来看 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美食 火锅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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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然后这个就是冒着热气的感觉 是不是很生动很立体 哎 我听说啊 场外的小朋友也做了很棒的手工作品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神奇巧巧手 快乐咚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爱文 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做的好吃的 这是鸡 但这是葫芦 然后这个是辣椒 这个是西来锅 这个是豆腐 这个是青菜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这些东西吗 大家好 我叫李一迪 我今年七岁了 这是我做的爆米花 这是爆米花 这是装爆米花的桶 新加年土捏成爆米花的样子 再给它们刷上颜料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的爆米花吗 大家好 我叫赵博恒 今天我做的是一个小火锅 火锅里面有羊肉卷 然后这是我做的小鸡蛋 这个是西兰花 这个是饺子 我要和我的妹妹一起吃这个小火锅 太棒啦 今天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虽然不能吃 但是锻炼了我们的什么呀 动手能力 对不对 为自己鼓鼓掌 表现得太棒了 好 那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 一起说 创意变变变 小小愿东 看闲家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彤彤哥哥 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 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 手张开 像小愚一样 转一圈 反方向 再来一遍 好 接下来我们摇摇头 摆摆手 扭扭腰 踏踏腿 我看到了 你们做的非常棒 你们瞧 我发现了什么 大大的耳朵 长长的尾巴 是可爱的赤虎 赤虎是体型最大 最常见的图里 赤虎有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 它不但可以帮助赤虎抵御寒冷 还可以帮助赤虎保持平衡 现在我们一起来模仿赤虎长长的尾巴吧 像童彤哥哥这样 双手在冰前合十 左右摇摆起来 模仿赤虎大大的尾巴 双手在冰前合十 左右摇摆起来 模仿赤虎大大的尾巴 雪地上有一只赤虎正在捕猎呢 它仔细地听着雪里猎物发出的声音 然后高高跳起 一头扎进雪里 这样就抓住猎物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模仿赤虎捕猎的样子吧 像童彤哥哥这样伸出双手 向上跳起 再蹲下抓住猎物 阿呜阿呜 在草原上 赤虎喜欢把吃不完的食物埋到地下 等它饿的时候 会用爪子刨开泥土 取出食物 每每饱餐一顿 我们也来模仿赤虎挖东西吃吧 像童彤哥哥这样 伸出双手 形成爪子 快速挥动 挖哑挖 我们一起挖哑挖 本栏目由高盖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兰多奶酪棒特约播出 本栏目由盖师怪名播出 麦加麦三色林麦燕麦脆 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 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手打开放松 放松 再来一次 放松 伸出你们的大拇指 真棒 真棒 你们太棒了 大神说 什么是健康呢 浩浩小朋友 我想问问你 你知道什么叫健康吗 保持健康的好习惯 保持健康的好习惯 就是少吃糖 吃完糖以后必须得刷牙 因为害怕那个糖分留在我们的牙齿里 然后细菌就爱那种 蔬菜水果是健康 因为它们有很多水分 就是早上起来要早起早睡 多喝牛奶 多吃有蛋白质的东西 健康就是身体棒 身体棒棒的是不是 保护牙齿 蛋卷我问问你啊 就是你平时刷牙吗 平时只有晚上刷牙 你一天刷几次呀 刷一次呀 就刷一次呀 人的早上是喷晚上刷 一次 我在八晚上早上起来天天刷牙 太老了那就是晚上天天刷牙 晚上吃完一些钱时就开始刷牙了 中午中午吃完饭喝点水 竖竖嘴 我一天刷一次 你不是一天要刷两次吗 我早就没刷 那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平时很爱吃零食 你爱吃零食吗 我爱吃但是我不平 我不老吃 因为我要保护牙齿 糖对牙 吃糖会蛀牙 牙齿在什么情况下 会受到伤害呢你觉得 吃零食 吃零食你爱吃零食吗 对 看起来啥你们什么都想买 看到什么零食都想买啊 对 那最爱吃什么呀 最爱吃巧克力冰淇淋 我每天就吃一个 你那么爱吃 为什么每天就只吃一个呢 伤害牙齿 伤害牙齿是不是 会招来好多小蚂蚁 还会招来好多小蚂蚁啊 然后蚂蚁钻到你的嘴里是吗 我这牙齿要打开了 我牙齿不吃了 所以说我们要少吃什么呀 天使 保护牙齿是不是 我来看看你的牙齿 哎呀又白又整齐耶 看来爱护的很好是不是 保护眼镜 平时喜欢看电视吗 家里没电视 我每周看一次 因为多看电视会对眼睛不好 我看电视都看一半 看一半多难受 看一半然后就停了 然后下一周再看那一半 一直看电视的话 你的眼睛就会静视了 就是要小看电视 眼睛除了少看平板电脑以外 还有干嘛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胡萝卜 胡萝卜 你爱吃胡萝卜吗 我不爱吃生 爱吃土的 我非常爱吃 就是那种烤胡萝卜 软的那种胡萝卜 烤软的那种体体也大 对眼睛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有意 比如可以将眼睛变得水灵灵 什么的 你的眼睛好吗 挺好的 作息时间 等我来问问你 你早上喜欢睡懒觉吗 但是妈妈每次折磨的时候 都得睡个懒觉 妈妈睡懒觉 然后我和爸爸吃饭 然后我们走了 我们出去玩了以后 就在醒悟了 我早上听到 听到起床歌就起床了 我一般就是 本天早上要断夜升起 但是需要吃饭 才能有意气断夜升起 如果是周五 如果是周六和周末 我很早就起来了 为什么 一般周六周日 我们可以多睡一会儿 可以睡个小懒觉 因为我想玩 你想玩 挺洗手 多喝水 还有就是现在每天放学回家了 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 洗手 洗手 为什么要洗手 因为脏东西都在手上 喝水的时候 因为刚玩玩水 然后有细菌之间喝水 它会从手一直排到嘴里 要好好洗手 不然你容易天天都生病 那如果说 平时你跑步累了渴了 然后桌上呢 有一杯白开水 有一杯果汁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也喜欢喝白开水 我也喜欢喝果汁 很纠结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老师和家长经常说 小朋友要多喝水呢 你知道吗 因为水 让我们不那么干燥 说得很好 感觉润润的 不像房子 不像砖头一样 平凉碍碍碍的 你一定碰碍 喝了水之後 就會变得像什么軟碍的 像海绵一样软 然后像轮胎一样软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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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水就像轮胎一样 有弹性 咚 咚 咚 是不是 因为有你 大家好 叫吴亦恒 我今年九岁了 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种乐器 它的声音是这样的 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口琴 单黄管 这是口琴的声音 它有的长 有的短 它上面有很多洞的 它是这样吹的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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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单黄管的声音 它只有一个孔 一个孔就是它的一个管子 那个管子到最后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像饼一样的东西 放在嘴里 嘴吸气呼气 然后就会发出声音 这是短叠的声音 它长得短短的 是这样的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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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声音 它前面有一个大喇叭 上面有很多管子 可以移动 它是这么发出声音的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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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猜得对不对呢 刚才的声音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 它的名字叫长浩 长浩是一种西洋铜管乐器 它有一个露度状的号嘴 长长的管身和一个大大的喇叭口组成 因为它有一只长长的前后滑动的套管 所以也被称为伸缩号 拉管号 可以变长变短的长号 是怎么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呢 长号主要是靠套管和F键 来控制管子的长度调节音调 F键就像一个开关 当你按下它时 气流会通过这些环形管子 管子就会变长 最后才出来 没按F键之前的声音是这样的 按下F键后的声音是这样的 套管可以根据伸缩的长度来决定音调 当它伸缩的越长 它的声音就会越低 当它伸缩的越短 它的声音就会越高 套管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外管 一个是内管 外管是可以取下来的 吴一恒小朋友讲解得太棒了 接下来 小股东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在演奏长号时 长长的套管有什么用处呢 管子越长音调越低 管子越短音调越高 答对了 小朋友们太棒了 当它伸缩的越长 它的声音就会越低 当它伸缩的越短 它的声音就会越高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吴一恒小朋友 带来的长号表演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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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